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觉得头昏或者气速都有可能是心脏病病症 不过胸口痛是最普遍的 他们一般来到的时候都要接受什么基本的检查 去判断患者是否有心脏病呢 心脏病在国际上要诊断是有三个标准的 第一就是有病症 比如心脏病 第二就是心电图有不正常 第三就是血液里面的一些特殊的蛋白 在三者里面有两者如果是敏合的话就是心脏病 心电图和心口痛我们都经常听到 但是你刚才所说的一个蛋白我们就比较少听一些 可不可以和观众解释一下呢 肌肉里面其实是有一些蛋白质 当心脏病发的时候心脏肌肉受损 那些蛋白质就会流出心肌以外 在血液里可以填出得到 这个也是一个医生通常用来做化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资料 那是怎样才可以检测到的呢 其实抽血液已经可以了 但是最近因为这个心脏酵素其实都有好几种 这个心脏蛋白其实有好几种的 最近这个心脏蛋白那里在科技上有一些突破 就是用一个新的方法去检测就可以很低的分量 在血液里面都已经可以检测出来 这个我们叫做高龄敏度的tropin eye 那以往需要多少的时间才可以检测到 现在的时间缩短到多久呢 以往传统可以最短起码都要三四个小时 才可以检测到的 但是现在呢 在最新的一个刺针的杂志的研究就发觉 如果病人来到急症室 我们抽的血液化验 而用这个高龄敏度的tropin eye 它小过五个微黑 一个公升小过五个微黑的毒素 如果是小过的话呢 而它从痛楚到炎血的时候呢 是两个小时 超过两个小时 那其实呢 如果报告犯人是正常呢 那基本上呢 就可以排除了心脏病 那在香港呢 公立医院呢 每天都是很繁忙 尤其是急症室 每天都要接收不同种类的病人 如果是一个测试呢 速度是快了的时候 病人呢 对急症室来说 是不是都有好处呢 因为病人呢 可以早点诊断到自己是吗 那当然 那当然 会很安心 也都可以 如果是有事的话 可以早点入医院 做一些针对性的治疗 如果不是的话 也可以安心回家 那对于医院来说呢 病人 各大根治室都很凄逼 如果病人可以早点诊断到 是有没有事 无论是入病房或者出院 都对急症室那个 凄逼的环境很有帮助 而你所知呢 其实现在哪一间公立医院急症室 已经在用新的测试呢 新的测试呢 其实有几间大的医院都有的 比如伊利十八医院 威尔斯七王医院 马吉利医院 屯门医院 东区尤德医院 其实这些大医院 都有相关的 先进的一个点查 那要去得急症室的时候 病人的情况可能都是比较严重的了 但是在平日的时候 有没有一些病症出现的时候 其实都可以及早发现 有没有心脏病的呢 其实平时我想最重要的就是 留意自己的身体 刚才说过了 心脏病法最普遍都是心口痛 而心口痛也都在心脏病 有些特定的病症 譬如心口痛通常是有种激压性 好像有些人压住胸口 或者握住胸口 也都有一些病是会 痛楚会蔓延到下巴 或者甚至左边的肩膀 那当病人来心口痛 心脏病的心口痛通常是很突然的 甚至有些病人是会作呕 或者甚至飙散冷汗 这些情况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飙散冷汗 这个我们在医学界觉得是很重要的 如果有心口痛加飙散冷汗 其实要尽快去医院求疑 一出现病症需要送院的时候 其实在等救护车或者送院途中 陪伴的亲友有什么可以做到 病人通常有病症的时候 都很不舒服 有时候很乱 因为去到医院的时候 当医生闻症的时候 他可能突然间 未必可以很快 可以将他的病症很快地说出来 所以如果在等候受病症 或者受病症在上面的话 其实第一 家人当然要安慰病人 叫他不要那么担心 因为担心的时候 可能令到心跳过速 也会加深入心脏的血液供应 第二就是可以和病人 开始问他 你刚才有什么不舒服 几点开始有事 因为时间很重要 还有没有其他病症 除了有心痛之外 就当像一个演练 到医院的时候 跟我们医护人员说的时候 病人已经可能比较清楚 病症可以表达出来 医生和护士 也都可以在短的时间 可以续出一个诊断 谢谢何医生和我们的讲解 你好 节目时间又够了 下集再见 拜拜 再见 观众有任何医学疑问 欢迎寄信来湾仔电讯大厦三楼 或电邮到Madison at NowNews24.com